一阵推挤 蓝绿立委爆发激烈冲突 苏贞昌就在民进党立委人肉围墙的簇拥下 一步步的登上了发言台 苏贞昌报告不到30秒就结束 再度创下最短市政报告记录 不过依然没有正式向民众道歉 国民党立委不满冲突一波接着一波 国民党立委把水直接泼到了 正在背群台的苏贞昌 苏贞昌顿时脸色大变 而场边也不断开心战场 陈玉珍与邱毅盈激烈肢体冲突 而陈廷飞随后加入战局还不小心倒地 时代力量立委邱显志 更与国民党立委直接呛瞎 一场内冲突不断 就要邱昌志排除万难 阵胜了直循台 抗议声中苏贞昌跟邱昌志两人隔空直循 但最后还是不敌国民党的杯葛动作 主席宣布休息让立法院再度停摆 环宇新闻张家宝科官陈阳直玉台北报导 日韩焦点全面掌握 东亚局势全球关注 新时代的区域静和 台湾in or out 每周四晚间8点58分 环宇看东亚 带您探索东亚震惊脑 葬离 Sophie 葬离 葬离 葬离